我们常常听到无障碍环境 这不只是要帮助一百万名身心障碍的朋友 其实包括长者 婴幼儿 还有孕妇 都非常需要无障碍的环境 尤其是友善的用餐环境 让大家饱餐一顿的时候 不再困难重重 虽然很想要进去这一家面店吃 可是每一次都遇到有阶梯 会有阶梯 因为台湾的建筑法规中 并没有强制要做无障碍通道 今年10月1号新公告的法案 总算要将新建筑全面纳入 不过对旧的建筑 如果是餐饮场所 新法案只规范楼地板面积 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的空间 必须设置无障碍设施 这样台湾的无障碍餐厅 似乎有了等级和平数的限制 餐厅的规模其实都很小 而且变动性也蛮大的 政府的人力清查上 可能一下子也没办法把它纳进来 他们觉得没有人力去执行 清查就是小于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三百平方公尺以下的 他们觉得没有人力 可是我们的权利怎么可以跟 执行政执行人力来 本身就是生障者的许朝富 走访各国 看到许多餐厅部分大小 只为生障者考量的空间规划 即使在这个营业面积不大 里面遭上都做了写播 餐厅如果里面厕所的话 如果只有一间 那一间必定是无障碍厕所 就算有的餐厅碍于既有的建筑设计 却还是想尽办法 要符合无障碍空间的需求 这是一个斜坡 就是轮椅可以上去之后 这门打开上升到主要的入口 因为前面有阶梯 其中不变得出来 他就可以把斜坡抽出来 然后就摆上去 那这个是比较一个 移动式的一个方式 那很简单就可以解决 从国外的例子中看到 要做无障碍空间 其实不见得要敲水泥改格局 政府如果愿意辅导商家 营造友善的环境并不困难 却是为生障者圆一个梦想 残养者从小 如果是残养者的话 从小他就没有办法跟亲友聚餐 因为每次要去的餐厅 他都没有办法去 我们不要再用建筑的角色去看 它是一个人跟人互动的场合 没有无障碍 其实几乎是会剥夺掉某一群人 他在跟社会互相参与 他要去消费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